夜里五欲,方能出离轮回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夜里凡夫五始节以来 都有一个特点,被这个五欲所缠附 五欲就是财色名十岁 在这个世间,谁能摆脱财色名十岁呀 财,对这个金钱的这种贪恋执着 尤其在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代 大家对金钱的执着已经是空前绝后了 为了钱财不择手段 如果有几倍的利润 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道德和法律 可以拼出自己的生命去追求 这是财 第二是色,男色,女色,色欲 他追求财富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满足这个色欲 第三追求知名度 希望大家都了解崇拜他 满足他的虚荣心 十,对饮食的追求 要山珍海味全都尝遍 对睡的贪欲 要睡得很好 睡得安逸 在席梦思上做他的财色名十的美梦 这些业力凡夫都被这个五欲所缠附 缠就是如由入面入到我们心里 由于这个心 对五欲追求的心 造作种种的恶业 就使他绑在了六道轮回上 轮回不休 由于对五欲的追求 财色名十岁 地狱五条根 我们造作种种的恶业 在三恶道里面经受种种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知道本 原因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痛苦的原因就是对五欲的追求 贪恋 执着 所以一个修行敬业的人 修解脱道的人 首先要对五欲深生厌离 而无量节以来我们对这个五欲没有一念的厌离和出离之心 所以也就决定无量节以来 我们出不去 其实追求财色名十岁这些东西 它的根本是为自己的身体享受 金钱为我所用 色欲为我享乐 知名度满足我的虚荣心 饮食 满足我的口味 睡眠 满足我的安逸 懈怠 这些实际上最终都是个我在这作怪 就是一个身见我直